首先你会收到这样的模组 然后这样的模组对不对 它是有那个隔层的 如果是说你要粘的时候呢 是要粘那个中间的白色的纸一起撕上来 不要拆到上面 如果上面的话 那个是直接它的保护膜 它会粘到灰尘就坏了 所以一定要粘满那个白色的纸一起拆起来 然后在拆起来之前呢 先清理干净你的手机 然后确保你的手机是没有灰尘的 因为这个纸呢 它是Rodspace的白纸 而这个纸它的粘性会比一般的胶 就是比一般的保护膜来得更粘 所以呢 你必须要擦干净 避免有粘到灰尘在那个膜 因为如果说你的灰尘呢 黏到那个保护膜的话 你会很难清除 OK 骂干净了过后对不对 然后你确保上面是没有任何微尘了过后 然后你是需要喷水的 呃喷白开水就可以了啦 就好像说如果你有这一种灌装瓶 然后是可以喷水的 你就喷一些水在那个屏幕上面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保护膜的粘性 这样你才可以对准 比较准确的时候 你才把那个水推出来 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不吐水 那你不喷水的话也是可以 可是你一粘错的话就滑篮枪了 所以你就 撕上来 然后这个磨撕上来过后对不对 所以它中间这一个有那个封条 然后先撕开中间的封条 然后撕开中间的封条呢 然后你就瞄准那个地方下下去 就对准屏幕 然后给我一张推卡 谢谢 然后这个推卡呢 你就对准屏幕了过后对不对 你的位置准确了过后 你就把那个水给挤出来 然后把那个水给挤出来了过后呢 你就随便认选 你要先这里还是这里都可以 然后你就打开这里先 然后你就这样 微微的折出来 然后再 这样你的推卡 这样慢慢的推出来 你已经弄好了把那些水分都已经推出来了对吗 然后就到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同样的你也是这样子打开 然后一样是用推卡 同样的操作 把全部水分给推出来 然后清理干净那些水分 然后确保里面是没有那个气泡的 然后你才撕上来第二层 然后你才撕上来第二层 这个是宝物上的隔层 然后移出来的隔层后呢,你就在旁边稍微的把那些空气给挤出来 因为有些在旁边的话呢,你推卡是没有推到的位置上 你就用手指这样把那些气泡给挤出来 OK,然后就完成了 然后你会看到中间它有这一条隔层封条,对不对 这个线的话呢,在24小时后呢,它会慢慢的淡化了 因为这个保护膜呢,它是水泥膜,它会自动修复的 所以这一些呢,有些你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可能你在推的时候造成的一些痕迹,对不对 你只要给它一点时间呢,它会自动修复,然后就会平起来了 然后看去会比较完整一点 好,我给你们看一下年过的,给我一张 给我你的Eden Demo 我主要拍一下 OK,然后这个是黏完了过后,那个封条的那个隔层线呢,它就没有降明线了 然后只要一些一点时间的修复就可以了 哎,我就判断了 好,我看了 对,我看了 优优独播击子 谢谢观看